东海大学第十二届校友 也是现任台湾云端运算产业协会理事长的 音业达董事长李世青 他感念母校栽培 特地捐赠了云端伺服器给母校 协助建立东海博雅教育云 也希望未来分布在全球的同学同事们 需求者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共同切磋研究 创造崭新的未来 在师身见证下 以大型纸板代表云端主机 将捐赠给东海大学 作为博雅云的伺服器 在共同的社会共同的社会 在社会里面 一过去到现在 我认为台湾可以做更多的 就是学校、企业、研究机构 互相的同学 博雅教育结合云端科技 就出现了叫做博雅云 我们东海大学 可能是台湾第一个 附入柏亚云的大学 未来东海柏亚云 将包含全校教语学的资源整合 教师可以轻易地在网络平台上 建构课程教材 学生则能彼此分享讨论 主动学习 人文通事类的柏亚课程 不受时空限制 得以传播到东海的每个角落 把一些柏亚的教育的课程 他可以透过媒体化 把它录制成节目 然后透过这个柏亚云去 随选视讯的方式来呈现 从102学年起 透过虚拟电脑教学平台 东海的学子 可以拥有更方便的学习平台 李董事长期望 年轻一辈的学弟妹 可以共同为学校 企业 研究机构 付出更多 新唐人野特电视 秋天喜照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